新的甲体 珍珠坡终身保固 第六代矽胶 号称可以模拟乳腺晃动的感觉 低底宽 高凸度 在国外长达10年以上的使用经验 在70个国家销售有300万颗以上的甲体 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 大家好,我是黄玉豪、郝医师 那既上次介绍摩滴2.0的甲体之后呢 今天又要来介绍一款 今年刚在台湾新上市的一个甲体 叫做珍珠坡 那今年真的是果冻甲体大乱斗的一年 所以呢 郝医师特别还是要来开一集 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的甲体珍珠坡 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珍珠坡的厂牌 那珍珠坡在英国的原厂的名字叫做GCA 大家对于GCA这个名称 可能有一点点的陌生 其实是正常的原因呢 它是在今年2023年10月 才正式引进台湾 那可能有朋友会问说 那这样子新的品牌 是不是会有安全上的顾虑 那其实呢 在这个把关上面 台湾卫福部帮大家做了很好的把关 原因呢 是说引进任何项衣材在代理商 都要提供多年以上的数据 甚至呢 它在卫福部的流程都要跑很多年 听说这个珍珠坡 大概在2到3年前就已经准备要引进 但是提供相关的安全数据材料呢 一共花了两年以上才正式登入 英国原厂呢 其实也大家不用贪心 它是整并了两家的欧洲大厂 在英国已经有40年以上的历史 甚至在70个国家销售有300万颗以上的甲体 所以呢 其实在安全性上面 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那最惊人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果冻介绍知道 现在各厂家甚至各代理商都有提供我们甲体的保固时间 假定你在植入之后有非人为的破裂 或者是有3到4级以上的甲膜软缩 厂商可以提供甲体的更换 之前提到的摩滴是10年保固 女王波是12年保固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样子的珍珠是几年保固呢 没错 是一个惊人的叫做终身保固 那这个真的是给大家一个好的福音啊 只是说在这样子的终身保固 我们当然也希望不主动更换果冻细胶 我们都希望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特别的问题 这样子的一个终身保固选项 我相信呢 是厂商提供给消费者更安心的一个选择哦 那相信呢 之前有一直追踪豪医师在说明果冻细胶 甲体的影片的大家都知道 目前的果冻细胶 大概有两个趋势是各个厂商想要演进跟提升的 第一点呢 就是奈米丝绸面 那这个奈米丝绸面 当然每一个厂商他在研发的时候都有他的专利名称 那我们的珍珠波呢 他利用的是BioQ的表面 那他这个表面呢 也是属于奈米丝绸的绒毛面 那奈米丝绸的绒毛面呢 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好处 这样子的一个壳面呢 它可以减少果冻跟人体的摩擦度 而减少发炎反应 过往的粗糙面 它其实颗粒都相对的大 而下降到这样子的奈米绒毛面的话呢 它相对来说比较减少我们身体在长期活动之下 跟果冻的发炎反应 第二个呢 它可以减少我们在果冻植入身体里面 有的人会产生一些机翼 就是积水的意思 它这样子的壳面也可以降低积水 第三个最重点的问题来了 这样子的壳面比起过往的粗糙面 它相对容易卡比较多的细菌 而细菌长期待在人体里面也被研究指出 它可能是慢性发炎而导致甲膜的机会产生 所以呢 奈米丝绸面是很多厂家发明跟改良的一个方式 那现在市场上比较热门的这个奈米丝绸面的果冻有哪几个呢 这个选手柔滴 它也是属于奈米壳面的 还有我们最新的摩滴Joy 它也是属于奈米丝绸面的 另外就是我们的珍珠波 那第二个重点 甲体眼镜的趋势就是 现在越来越多所谓的百分百填充的概念 过往我们在做果冻熔炉的时候 在上胸的时候希望特别的单薄 所以填充度都会下降 可是呢 因为亚洲女生的皮肤啊 还有可能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销售之下 这样子皮肤越单薄 在低甜冲突之下 虽然上胸是自然的 但是相对容易产生水波纹 那在熔乳中呢 其实很多客人会问到 哪一个状况会产生水波纹 那水波纹呢 其实是我们身体挤压 果冻细胶 颜体产生的原因 除了挤压以外 急瘦女生在这个乳房组织 还有皮肤的软组织 特别薄之下 也相对容易产生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胸宽 比如说12 可是你特别挑选一个 过大胸宽 来到13 你的甲体在身体内 会被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 这时候你如果是百分百填充 它可以相对的比较支撑 如果它的支撑力不足的话 它会被挤压 被挤压了之下 这个纹路 就会相对在一些动作的时候 就会发生 如果你本身的转组织 还有乳腺是比较偏厚的话 比较不容易看到 而容易看到的时候 是在一些特殊的角度 或者是你今天体重下降的时候 就比较看得到这个皮肤 然后贴着臭臭的纹理的果冻细胶 那这个呢 就是称呼果冻熔乳上面的水波纹问题 所以在新的果冻越来越多往百分百填充的方向迈进 那百分百填充 它对于抗夹膜度的力道是来的比较好的 除了抗夹膜以外呢 另外在上胸的挺度表现也比较佳 特别是从过往 特别凹陷的胸型 到现在我们都希望叫做上胸有肉 这样一个小小的微凸感 这样的微凸感 也可以让我们现在的女性 在穿着运动背心啊 小可爱等等的时候 就不用再去增加所谓的集中型内衣 那特别的是要讲到我们珍珠波 在原厂露出的资料 它的胶体是所谓的第六代细胶 那这个第六代细胶呢 原厂只称它叫做Neuronic的一个Gel 号称可以模拟乳腺晃动的感觉 但是模拟乳腺的晃动呢 陶医生只能透过现场的手感捏给大家看 原因呢 它希望混合脂肪型的软度 跟乳腺型的坚固 特别开发出来一个第六代细胶 可以混合软组织的表现 所以这个也是新的一个趋势哦 刚刚提到目前百分百的趋势 大概在市面上有哪几个选项呢 就是之前大家很喜欢很软手感的女王波 还有之前介绍的摩迪Joy 珍珠波 它也是百分百填充 所以在这个百分百填充的概念之下 如果你是希望上胸比较饱满的女性 可以往这三个果冻系叫甲体 去做选择哦 那在之前影片当中有介绍 我们这个珍珠波 除了它是奈米丝丑面 还有百分百填充以外 它在尺寸的选项上面考量了亚洲女性 很多时候是比较窄身 那这个窄身你可以选择的胸部底宽就有限 很多时候大家达不到理想的灶杯尺寸 所以这样子的珍珠波 它引进的目前几乎是市场最高的低底宽 高凸度的一个选项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娇小的女生 胸宽比较窄 但是你又期待可以透过一次的融入手术 有更高的灶杯 珍珠波的尺寸就给你更多的选择空间哦 不好意思讲到这里口水全部都是泡沫了 大家一定会想 现在市面上这么多的甲体 我到底应该要怎么选择呢 其实在新的这个年代 真的是果冻甲体大乱斗的一个时代 我自己提供我在咨询上面给客人的几个想法 当然了我们的熔乳 从过往的上胸要凹陷 到现在的上胸要微凸的趋势之下 其实还是很看个人美感 所以刚刚讲的两大趋势 通常就可以给我们的客人几个选择 一上胸有点微凹 很想要模拟自然胸部的一个感觉 你只希望他垂墜在下乳 你可能会选择低甜充度的果冻 首选就是柔滴 那这个柔滴呢有低甜充度 但是它是奈米式充面 也稍微在低甜充度之下降低它的夹磨发生率 可是呢这样子的低甜充度 你可以感受到手感非常的柔软 是非常棒的好处 那第二个 如果你今天可以接受的是上胸饱满 希望在上胸饱满之下 有极好的手感就是它最柔软的一个状况 那好意思呢可能就会请你考虑 百分百甜充的这个光面女王坡 因为现在在市场上 各个奈米柔满面的甲体 都还是没有办法创造 比起光面的可来的柔软的手感 所以呢你如果觉得说在美国厂家制造的光面甲体 而目前的夹磨率也不是太高之下 那你可能会选择光面女王坡甲体 而它可以带给你的就是它的晃动感 还有手感都是目前市面上最软最晃动的百分百甲体 如果你考虑的是目前在市面上 安全性数据和甲体在设计上的安全装置最多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考虑 原因就是说它透过战籃防护膜 还有晶片 还有目前在市场上几年下来 新的夹磨软缩率小于1%的一些整体数据 都是属于在安全性上面 可能是最高的一个甲体 它也是唯一有提供保险的果冻 假定你在五年内有发生夹磨软缩 它除了换果冻以外 它还提供了最高2500元手术重修的一个费用 所以它的高价可能是用这样子更换来的 也因为这样子的选项 所以它是目前在市面上 手术单价最高的一个甲体 那最后一个就要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新朋友的选择 就是你今天如果觉得 这整体的甲体眼镜 百分百填充奈米丝绸面都是一个趋势 那我们新的朋友增出波 就是综合了这样的一个选项 当然它唯一一个小的坏处 就是它在台湾的使用经验 目前还比较少 所以你如果是求新求变 追逐新科技的一个朋友 那你当然可以选择我们的增出波 但是如果你还想要再观察一下子 大家的使用经验 你可以稍微再等一下 不过呢 其实这样子的果冻 它都已经是在国外 长达10年以上的使用经验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如果你是很追求CP值的人 你觉得终身保固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增出波 它在CP值上面也是相当的不错 价位大概是落在雨王坡 以及摩迪2的中断价位 所以它在整体的考量上 提供它的一些优势跟好处 给大家选择哦 那经过这样子的解说之下 不晓得各位朋友们 有没有更了解我们的果冻新朋友 珍珠波人呢 那不晓得大家对珍珠波的哪一个优点 是属于最有兴趣的 在底下留言告诉好医生 是对A终身保固最有兴趣 还是对B百分百填充 还是对C欧洲原厂CGA的设计 还是D你觉得它的名字叫 在底下留言告诉好医生 那我们今天影片介绍到这边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伙伴 帮我们订阅起来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到这边 拜拜